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就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吧 有一位后生 后生就现在小伙子吧 他到省城赶考 他去考举人 他走着走就迷路了 迷路之后他就问一个砍柴的乔夫 古代人称这个砍柴人叫乔夫 一个墓 一个胶 他说老头 你知道到省城路怎么走吗 他说你干什么去啊 小伙子 他说我到省城去考举人 他说你考举人你连这个礼貌都不懂 他说都不是礼貌啊 他说你应该叫我老人家 这个小伙子挺不好意思的 就低了头 他说这样吧 方圆一百里 就我们一家人家住这个山山老林里面 你要让我告诉你怎么走 我给出个队联吧 这个后生一笑 这个老头还给我出队员呢 我是麻烦靠绝的人 在乡里面我住的秀才是第一名的 那你快出队来吧 这个老人家就说 因为他正在砍柴嘛 叫此墓为柴 山山出 就是此 从此的此 木头的墓 就是此墓为柴 就是两个字形成一个汉字 柴火的柴嘛 此墓为柴 山山出 一个出是两个三 叫山山出 说你对吧 哇 这位秀才 这位后生 怎么也对不上来 从上午的时候 一直对着日落西山了 夕阳夕下 鸟儿归朝 之后呢 他还是对不上来 这个老人家说 小伙子啊 我可是要走了 说起来就把柴火一打 这刚怎么又背啊 他说老人家 你稍等片刻 稍等片刻 常言说天无绝人之路嘛 这个后生呢 看着山底下 那个吹烟 燃燃升起 他突然想起来 说老人家 我对上来了 我对上来了 他说 你怎么对的啊 他说 鹰火成烟 稀稀多 这个鹰微的鹰 加一个火 是不是相烟的鹰啊 西洋的稀 两个稀是多少多嘛 他说 鹰火成烟 稀稀多 哇 这个老人家摸摸山羊胡子 他说 你还有点墨水 但他说 山万有山 天万有天 你千万注意 众人要谦虚 这个对来就是 此木为财 山山出 鹰火成烟 稀稀多 后来这个小伙子终于走出这个山山老林 就到了省城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继续讲个故事了 日月如说 光源事件 过了两年之后呢 这个小伙子又参加一个 又 他考完之后很好嘛 经过一些寒窗学习 他又想到省城去赶考去了 当时呢 是明代的故事 他就到了北京 走了走走 又走迷路了 他就住宿了 住宿了就开了个小酒馆嘛 在身边住在小酒馆里面 他正在喝酒了 说 哎 小丫头你过来 他干什么 后生 他说 我问你个路 他说 你问路干什么 他说 我叫京城参加电视去 他说 你参加电视你都不知道 礼貌 他说 你个小丫鬟有什么礼貌 他说 我们家可是 书香门第啊 后来就是炒股票 也不叫炒股票了 后来就是投资吧 反正或者是家庭破落了 就开玩笑了 现在语言就是不是炒股票啊 就房地产啊 他那会儿就叫 我们家家庭衰落了 所以说 开了个小酒店 他说 我给你出个对联吧 咦 他说 这么小 鲁抽为干的小姑娘 还想跟我出对联 他说 快快快 快出完之后 我就挑灯阅毒了 因为古代的时候 喝那个酒啊 现在不像有冰箱 放在冰箱里面 古代喝酒的时候 把这个酒壶呢 放在井里面 夏天的时候 这拿上去很凉嘛 他在倒的时候 他说 你看啊 我给你倒完酒之后 我出对联 叫冰冷酒 一滴 两滴 三滴 冰就是水加一点 冷是两点水 酒至三点水 冰冷酒 一滴 两滴 三滴 哇 这个小伙子 怎么也对不上来 他个性很强 他对不上来的时候 难道就被一个 鲁抽为干的小丫头 难倒吗 特别不甘心 但是对不上来 所以他又从此呢 茶饭不吃 那个茶饭不吃 抵抗一弱 就来一场病 就去世了 哎呀 这个小女孩 家里觉得很难受 你看开个玩笑 她是这样的 因为她身上也没有身份证 也不知道来自何方 我就把她埋在这个 那个村庄旁边了 这日夜如说光阴失见 瞬眼见了这个小姑娘 就长大了 亭亭予立 年花二八 就嫁人了 她每到这个清明节的时候 回来呢 跟家里人一块 跟主上上坟之后 顺便就跟这个后生 也上上坟 因为她孤魂嘛 后来有这么一年呢 她突然发现 这个孤魂后面 长出一个树来 哎呀 这个小女孩就哭啊 说这位后生啊 你为什么这么认真啊 三千对不下来 在九泉石下 还在对啊 她是什么对了呢 因为她后面长了一个丁香树 哎呀 这个 这怎么解释呢 她说她就在九泉石下 这位后生 把这个对了给对上来了 我们上来是冰冷酒 一滴 两滴 三滴 她下来是丁香花 百朵 千朵 万朵 百就是一横嘛 丁嘛 香就是香烟的香 这代表千嘛 花 就是我们那个 花就是草字头嘛 那中国反写字万 万岁的万也是草字头嘛 就是丁香花 百朵千朵万朵 我这幅对来是冰冷酒 一滴 两滴 三滴 丁香花 百朵万朵千朵 这个对聊就 对聊故事 这个对聊故事就 讲完了 谢谢